你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艾德安 我是二零街六版话文教育的同学 那天呢,我跟女朋友和朋友们一起去了泉州 即使我们完全没有计划要去哪儿 就是随便挑了个地方独家了 我和女朋友们一起去哪儿 其实那次读家呢 没有太多的有趣的事情 就是想要放松一下吧 跟朋友一起享受假期 跟朋友一起玩这样 那现在呢 我们已经进入了 我在中国作为留学生的生活 老师好 想一想 你自己想一想 下个了下个了下个了 下个了下个了 研学旅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都准备好,我们马上就去 好,都准备好,都准备好 这就是我和中国的故事 现在呢,我想说一下我个人的感受 首先呢,我在泉州的时候,鹏桥市无意节 所以很难打车,因为那里的游客非常多 而且那里的东西比下面这边便宜很多 只是我真的没想到我们会在合场比赛中获得第二名 因为我们的赌赢也非常优秀 但我们相信努力重复辜负 最后教学上有关印度尼西亚的文化 其实那时候我是第一次在学生文件教的教学的 你能看出我教学的时候有多紧张啊,对吧 但他们非常热情地学习我们的文化 教小孩子真的非常有趣 因为他们的表情很可爱,对吧 那就是我和中国的故事 如果有人用这不纯确的地方 我想你道歉 我们再次见面 谢谢 拜拜